疫苗其实根本无用 真的吗 什么是ADE效应 为了支持好内容 让我们先进段小广告 会考刚结束 究竟要考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呢 素养强调活用所学的知识 进而解决各类生活问题的能力 因此广泛阅读习惯 以及阅读理解力将是决胜的关键 可是要如何提升科学阅读素养呢 哪里有让学生读起来有趣的好内容呢 家长 学生 以及老师的需求 范科学收到了 科学生线上阅读平台 由范科学 南医书局 以及科学月刊协力 打造适合小学高年级到国中的科普阅读素材 搭配学校进度 延伸学习 阅读后 立即检测理解程度 精准掌握关键资讯的应考能力 欢迎点开资讯栏 了解更多 最近常听到一个说法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一样会感染Omicron 并且把这个现象称为免疫学上很重要的发现 也就是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 ADE 事实上这个之前我们有谈过 接种疫苗的人一样会感染Omicron 这其实该被称为免疫逃逸 而不是有些人担心的ADE效应 那什么是ADE效应呢 ADE这三个字分别代表 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缩写 中文翻译为抗体依赖增强作用 指的是我们体内产生的部分抗体 帮助了病毒作为入侵细胞的工具 可是我们打疫苗产生抗体 明明是为了保护细胞免受病毒感染啊 为什么这些抗体就会帮助病毒感染细胞呢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讲讲抗体长什么样子 抗体是一个Y形结构 Y的前方两支为FAB区域 它的端部负责辨识和结合病毒 这个区域会随着不同的病原种类而有所改变 因此也是对应抗原的重要区域 而Y的下方称之为FC区域 这是抗体的主干 由于FC不用与病毒结合 所以通常FC在抗体上是一段不太变化的区域 而打疫苗或是自然感染病毒时 我们身体都会产生抗体 但是真正能够抵抗病毒感染的抗体 我们称为综合抗体 也就是在可变的FAB上面 能够有效与病毒紧紧结合的区域 能综合病毒感染帮助清除病毒 但有少数抗体的FAB 却无法完全抓紧病毒 或是抓在不对的地方 这些抗体被称为非综合抗体 当这些抗体与病毒结合的时候 称为病毒抗体免疫复合物 这个复合物就会像图上显示的一样 FAB连接着病毒的表面向外露出FC 而这时免疫细胞上面的FC受体 就会去抓住这个复合体 透过包吞作用形成一个泡泡 将病毒吞入细胞中 当病毒进入到细胞之后 就会脱离这个泡泡 然后顺利感染细胞 这个过程是非综合抗体 帮助病毒感染细胞的现象 我们就称为 但绝大多数的病原感染 或是注射疫苗后产生的抗体 其实不会产生ADE效应 但在极少数的病原感染 或疫苗测试中 有发现ADE效应 比如不同行别的登格勒前后感染时 体内可能会发生ADE效应 导致重症 另外在SARS 麻疹和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疫苗开发过程中 也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既然在SARS疫苗开发的过程 发现过ADE效应 那么你可能会问 新冠病毒既然跟SARS近亲 新冠疫苗会不会出现ADE效应呢 我们前面谈到ADE效应 主要是因为非综合抗体的产生 那么是不是能够避免产生非综合抗体呢 其实概念很简单 因为疫苗作用的概念 就是将病毒本身或是病毒的一部分取出来 注射到身体内产生免疫力 那么我们只要取出可以综合病毒 又不会产生ADE效应的部分出来制作疫苗 不就可以了吗 对于新冠病毒而言 与细胞结合的极状蛋白 是个非常好的综合区域 这个区域可以阻止病毒感染细胞 而我们之前谈过 极状蛋白上有S1跟S2两个功能区块 而S1上有与细胞受体连结的区域 这被称为受体结合区 如果忘记了 可以看这里复习一下 科学家透过基因工程技术 只制作受体结合区的蛋白质 不止如此 科学家还将受体结合区的蛋白质 做成三具体 稳定受体结合区的形状 避免非中和抗体的产生 这样的设计就能有效避免ADE效应 但是并非所有的疫苗 都使用受体结合区作为目标区域 像是减毒疫苗 死毒疫苗等等 都是使用失去部分或是全部活性的完整病毒颗粒 那么施打这些疫苗会产生ADE效应吗? 这就要回到我们上回学到如何计算重症保护力的案例了 在新冠肺炎上 如果疫苗导致ADE效应发生 我们会观察到 施打疫苗反而会让中重症发生的几率上升 可是在施打减毒或死毒疫苗的国家 其实并没有观察到打疫苗的重症比例会上升 而台湾现行施打的四种疫苗都不是减毒或死毒疫苗 即使打满了三剂疫苗 中重症的发生率都低于未打疫苗的族群 表示不论是透过新冠疫苗的设计理论 或是在现实世界中观察疫苗施打后的现象 都不支持疫苗会产生ADE效应的说法 在报导者一篇探讨疫苗犹豫心理的文章中有提到 早在2021年5月疫苗供应还不充足的时候 盖洛普民调公司就发表了一项 针对全球117个国家地区30万人的调查 结果显示 即使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仍然有29%的人 表示拒绝 到底是为什么呢 若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 可能会觉得反疫苗的心态其实很正常 人类是种矛盾的动物 在做决策时会受到悲观偏差和乐观偏差 两种倾向的影响 通常悲观偏差会影响你对于无法控制的事物或风险的评估 这时候负面的讯息对我们心理状态的影响会更大 而乐观偏差则是人对自己的侥幸心理 认为他人遭遇不幸事件的几率比自己来得高 所以综合两种倾向 我们就很可能会更担心疫苗带来的不良反应 又同时认为自己没那么衰 不会确诊吧 这让许多人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 认为打疫苗有危险 又同时相信自己很安全 再来心理学上的确认偏误也让我们倾向收集那些符合自己世界观的资讯 而轻视忽略相反的意见 人要马上改变意识形态倾向是很困难的 比起接受新资讯 继续保存既有的信念来得轻松的多 这时候你还会找更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想想看 如果你已经认为打疫苗有很大的风险 那么上网搜寻打疫苗会有危险吗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很可能你看到的全都是和你先入为主的观点相符的讯息 让你对这些资讯深信不疑 身在疫情当中 媒体着重报道少数的重症死亡案例 这会让我们忽略多数接种疫苗或染疫后的正常状况 造成心理对疫苗的恐惧感加深 或是当身边的人接种疫苗之后有了不良反应 即使明明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发生率 也会因为当事人与自己的距离近 使得感受放大 认为发生率比客观数据更高 所以说出现反疫苗或犹豫的心理都很正常 换做其他议题 我们都可能是较少数的反对者 你是否也有反对打疫苗的朋友或家人呢 我们其实应该同理彼此的想法差异 尊重个人的选择 打疫苗有不良反应的风险 不打疫苗则有染疫重症的可能 这就交给各位自己决定了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订阅PanSite范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